和平发展 国家副主席习近平今天在北京集体会见了 来华出席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比利时王储菲利普 班迈王储菲特列 荷兰王储亚历山大 卡塔尔王储塔米姆 西班牙王储菲利佩 泰国公主施林通 汤家王储图普托阿等 对他们表示热烈欢迎 习近平积极评价中国与各国的友好关系 希望各位王室成员为双边关系发展 做出更大贡献 参加会见的王室成员 感谢中国政府和人民给予的盛情款待 称赞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取得圆满成功 表示将继续致力于发展同中国的友好交往